没有对准台下 所以无法从中找出知识分子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2006年10月份 孙祖英凭着与江泽民的关系 在美国开了名为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演唱会 据知情人透露 中方由文化部驻美大使馆 中央电视台为主办单位 各项投入总和超过了300万美金 孙祖英被戏称享受了黄黑国母的待遇 孙祖英为国家一级演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拼贴 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复联职委 全国青年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李氏 孙祖英所演唱的都是为中共和江泽民 粉饰太平的歌曲 如好日子越来越好 既往开来的领路人永远跟你走 除了孙祖英 江泽民还有几个女人 李瑞英是CCTV的新闻主播 有几年是江泽民出访时 必带的女主播 一次在江泽民出访时 李瑞英采访江泽民的画面 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 观众议论纷纷 说李不像是在采访 倒像是在撒娇 仁大富